欢迎回到我们的虎丸流球教学 那我是Moyo 我们这一集的教学呢 也是要来教大家比较进阶的一个动作 直向的速度招 直向的速度招 所以我们要请到高手 EA单手现场花式冠军的 钟晨勋小胖老师 嗨我是钟晨勋 OK 那这个直向速度招呢 非常重要 在我们之前有拍过一集 是横向的速度招 那有跟大家说明的 就是你从新手玩家 要变成比赛型的玩家的时候 必须要学会的一些 算是必备的动作 那我们请小胖老师来帮我们教 这一次的直向速度招 OK 那马上来请小胖老师来示范一次 我们这一次要讲解的直向速度招 结束了 还有这 好快喔 我好像我觉得我这一集 这个我好像学不太起来 应该有机会了 好老师那马上来帮我们教学一下这个直向的速度招 好首先 这个分两个部分 那一个部分有三个动作 好 有三个动作 好 GO 好 然后这样丢下去 我们做直向剂的时候 通常前面都会有一个卷线的动作 让线尽量变懂一点 会比较好做 好 所以这个不一定要做这个 对对对 但是就是如果你的习惯 对对对 好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只是让伸直缩长而已 好 第一部分 现在是三角形嘛 对 所以右手带动球到上面这个线 所以会到这边 所以右手往前 当然那条线上面 然后双手会是交叉的状态 左手到球的这一段线 这一段 是待会右手要去的地方 跑来这条线 然后撞一下 撞一下 撞完之后 右手再往前翻一圈 回到最原本的三角形状态 现在是三角形状态嘛 那 球要绕过右手的后方 上到这面 上面这条线 所以会长这样子 OK 等于把全部的线叠满了 对 好 然后接下来 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夹住 然后 球会弹跳墙 那这时候左手跑到后方 所以它会长这样 接住那个弹跳 然后接下来 做完之后 就整个 回来 三角形状态 往前绕开就可以回到三角形状态 OK 这就是第二个动作 第一部分的第二个动作 对 好 接下来下一个 那接下来球会绕过 右手的外侧 就是这边 然后上到上面这条线 也就会长这样 所以右手要翻一下 要转一下 一个动作 对 那 叠完之后 再 一样右手带动球 让它回来 三角形状态 右边三角形 那 第一个部分就完成了 好 第一部分的三个动作就这样完成了 对 好 所以刚刚是第一部分的三个动作 然后也是回到三角形 所以它是可以分开练习的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一样也是三角形状态 嗯 那第二部分的一开始是这样 右手要带动球到后面 一样也是上这条线 嗯 那 到后面 所以会长这样 那 这个动作再持续一次 它会撞到 上面 这样子 好 上面那条线 撞一下 对 它会撞到上面这条线 哦 然后再 回来三角形的状态 接下来 一样是三角形的状态 嗯 那 球 会绕过右手的 后面 然后上到上面这条线 也就是这样 这样子 跟第一步的第二个动作一样 对 然后 接下来 球再回来这动作 接下来是 球会往前的一个动作 嗯 那 左手的食指 跟中指夹住 夹住线 对 然后往前盪上来 上面这条线 也就是这样子 好 那 最后再回来 嗯 就完成 第二个部分的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最后 一个动作 一样是三角形的状态 对 那 球 会往前到上面这条线 所以 会长这样 右手会滑到前面 那接下来 双手交踏 左手带动 球 压上面这条线 也就是长这样 那接下来 右手划过 左手食指 那最后呢 左手食指 去压 右手到 球的这一段线 也就是这一段 嗯 那 压回来 就回到最原本 三角形的状态 哦 所以 其实这两部分的 六个动作 就是会从三角形的 触法跟结束 这样子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速度COMBO招的教学 那如果喜欢我们 这系列的教学呢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并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 可以一起来学习 溜溜球 那我们这集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